自被周扬青抱垂以来 罗志祥活得一塌糊涂 换一般的男性估计都不敢再冒泡了 可罗志祥不 他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线中 首先他先发微博表达了歉意 大概是知道周扬青握有自己的实锤 赶紧认怂求饶 接下来他卡在了520早上的9点12分发文 用简体字发文分享他回忆两个人恋爱九年的日记 包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家长等 他还说写这一篇是为了完成周扬青一直想实现的愿望 耐着性子看完了他那篇流水账 只有一个感觉 这与其说是道歉性 不如说是求饶性 他要是不写这篇满指自称男孩的流水账 还真不知道他笔文和逻辑差成这样 周扬青写作文分分钟能吊打他 罗志祥和周扬青的智商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但他确实足够大胆细心厚脸皮 流水账中的那些照片大多比较有年份了 但罗志祥依旧保存着发微博的日期时间也卡得很精准 给周扬青写深情款款的道歉信 罗志祥以男孩自称表现得特别深情的样子 似乎想要唤起周扬青的回忆 却对自己的过错却绝口不提 有意思的是 有网友发起了是否支持罗志祥与周扬青复合的投票 罗志祥本尊出现了 他用自己的社交账号点了支持 有网友问他最近在干嘛 他回答反省 有网友说他凉凉了 他回答热热 这厚脸皮的 前几天 罗志祥在现实动态上有新动作 曝光疑似是他新歌以后制作完成的画面 还写到搞定两个字 两眼间的网友发现在音轨上出现对不起三个字 疑似是新歌的歌名 有人揣测这首歌可能是写给周扬青的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可能是写给粉丝 为回归做准备 有意思的是自始至终 周扬青没搭理他 罗志祥真的会反省吗 可是他和周扬青今年一月份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他参加泳池Party 和嫩模们玩得很High 和蝴蝶姐姐开始的录制节目 跟个没事的人一样 试想一下倘若不是周扬青 把他锤得几乎翻不了身 没办法出来走学赚钱 他还会有时间去写那么大篇幅的流水账 并在线反省吗 有一类男人是不会后悔自己劈腿的 他们只会后悔自己劈腿被抓住 想当年陈冠希的电脑被偷 艳照流出 他一夜之间成为娱乐圈的笑柄 人家立马召开发布会 向公众道歉 并宣布退出娱乐圈 现在想来陈冠希其实也是 艳照门的受害者 艳照门后 陈冠希并没有急着复出 他再次复出时 已经过了事业黄金期 当年黄海波被爆嫖娼事件 也是道歉之后迅速隐退 相比之下 罗志祥一直博出位 一直想复出 这个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看罗志祥的新闻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罗志祥跟周扬清分手时 舍得给周扬清一大笔钱 作为歉意表达 不幸周扬清还会爆料他 看了他在520写的幼稚告白信以后 感慨 某类男人真吝啬 总是幻想用点轻飘飘的甜言蜜语 搞定某个女人 只可惜现在女人不好骗了 谈恋爱不舍得下血本 无非也就搞些玩云霄飞车 照相 购物等等小把戏 可负面舆情都火烧眉毛了 搞公关也不舍得下血本 扎还有救 但扎且吝啬的话 神仙也救不了你啊 很多人看到这里一定会想 周扬清不缺钱啊 的意思不是说周扬清被钱收买 意思是用钱表达歉意 是舍得下血本表达歉意的一种 不必看对方缺不缺钱 你撞坏了豪车 不能因为豪车车主有钱 就不用钱表达歉意吧 照这样逻辑 周扬清是很缺这种写的乱七八糟的告白书吗 目前也没有任何确准的资料说周扬清的家是非常好 他家很有钱 网友们是如何得出他家是好不缺钱的结论呢 针刀石枪拿出你的诚意 钱也是诚意的一种 而不是轻飘飘的喊口号 这也是表达歉意的正确姿势 婚姻中男方出轨 但若是能把家庭大部分资产留给可能并不缺钱的女方 大概率上也能获得原谅 这个例子或许举得不恰当 但原理相似 同样的那些被女友掌握了黑历史的男人 甭管女友缺不缺钱吧 她若是舍得给人家甩一套房子 一大笔钱表达歉意 女方也很少在分手后捶报她的 歉意的表达有很多种 有一种是主动的 不是威胁式的 舍得下血本 这种主动是能让人看到诚意的 人家在气愤收到你的这层歉意后 可能也不好意思再捶你了 罗志祥的脸皮后就厚在 他自己扎也就罢了 还舍不得花血本善后 说真的 在看罗志祥的流水账时 还蛮佩服他撩妹的功力的 见到周扬青的时候 罗志祥就对周扬青做出了细致的观察 比如他发现他的指甲油掉漆 之后他开始寻找一些可以聊的话题 与周扬青搭讪 和周扬青交往期间 不相信周扬青对他的花心毫无察觉 可两人交往九年之后 他才让周扬青抓到实锤 这足见他的安抚功力有多强 因渣男事件而败走 保岛的罗志祥是比起过去低调了不少 最近一段时间他除了偶尔在某短视频平台露面外 几乎没有更多的对外曝光 但在此下结论说罗志祥糊了 似乎还未时尚早 最近罗志祥深夜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更新动态 晒出了自己在某场地打球的照片 照片中罗志祥并未露脸 只是拍摄了自己脚上的球鞋与篮球 有网友指出罗志祥脚上的球鞋似价格不非 抛开球鞋价格与款式的问题 这张照片并无任何独特可言 但仍旧获得了三万多名网友的点赞 其中也包括保岛歌手肖敬腾 由此可见罗志祥的群众好感度 尤其是在保岛的路人员 没那么容易因为多人运动出轨事件而被败光 自从周阳青怒撕了渣男后 罗志祥在内地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被按下了停止键 与港台地区不同 最近几年内地性别对比情绪严重 尤其是出轨等问题 更是大众的红线 加上综艺节目的大部分受众为女性 罗志祥在内地的路人员算是败了个精光 但与其他明星不同的是 罗志祥作为北上务工的人员 虽然内地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 但他还在宝岛这块市场 罗志祥原本就是启示于宝岛 在北上内地发展这些年 也不忘在宝岛继续主持节目 保持曝光度 现在看来倒像是给自己留了个后手 目前罗志祥在宝岛的综艺节目主持事业 也处于暂停状态 但与内地观众的底线不同 宝岛观众对于此类事件的人容度似乎更高 因此大部分网友认为 罗志祥未来一定会以宝岛作为起点付出 此时期节目暂停 不过是避开风头而已 另外也有部分网友对肖敬腾点赞罗志祥的态度表示不满 认为他在力挺渣男 不过这种说法似乎将娱乐圈中的人际关系想得过于简单 罗志祥在宝岛的身份不仅只是艺人 还包括老板制作人等多重其他头衔 肖敬腾与其存在一定合作的可能 所谓点赞也不过只是正常的社交行为而已 没必要做过多的解读 或许是怕被骂的原因 最近的罗志祥更新动态基本都是通过海外社交平台 至于内地的社交账号则在发表完长文南韩女孩后 便没有新的内容出现 另外罗志祥在内地仍旧还有一部分死忠粉丝的存在 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上 粉丝表示不在乎小猪做过什么事情 只要他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够了 所以罗志祥未必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从这些年明星走红又陨落的事件统计来看 在各类丑闻中感情纠纷出轨是最容易被大众所原谅的一类 明星选择避开风头后悄然回归 只要形势不高调 仍旧会有粉丝愿意为他们的付出买单 同时大众对于男星的宽容程度似乎对女星要更高 罗志祥与周扬青之间又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比起婚内出轨的艺人来说 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 有人抵制罗志祥就有人力挺他 等视频平台上罗志祥的死忠粉丝不少 而且这些人也不在乎他的私生活情况究竟如何 因此此时下定论说罗志祥会糊掉 实在有些过于武断 说不定几年后他又出现在综艺节目之中